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丽美食祭 白菜冲洗干净 白菜帮和叶子分开 叶子可以切成斜刀三角形 白菜帮侧刀切成薄片 这样容易煮熟 豆腐切成片 盛入碗中 再切点姜片 大蒜片 盛入碗中备用 好了,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下入豆腐片 在这期间要不停的翻面 以免烧糊 炸至两面金黄 然后捞入碗中备用 下入葱姜辣椒蒜炒至香味 然后下入白菜帮翻炒 再下入豆芽菜 翻炒两分钟 这个时候白菜帮已经出水变软了 再下入白菜叶子翻炒几下 放盐 13香 少许老抽 还有倒入豆腐和炒好的肉 翻炒两分钟 最后放少许蚝油翻炒均匀 好了,盛入盘中 香喷喷的家常草白菜就做好了 喜欢就帮阿里转发 关注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众